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长得很是英俊 天生的猛将 秦琼出生入死 立下无数的功勋 可在天下一统后 他却莫名其妙地说病了 可从来不说得了什么病 玄武门之变中 他并没有像玉池公那样奋勇杀敌 他只是默默地随李世民出战 并没立下什么功劳 而玉池公就没秦琼那么低调了 他自食功高 在一次酒宴中与同僚大打出手 李世民看不惯 便说如果他想变成肉酱的话 就继续如此嚣张吧 此后玉池公也选择了低调 他则称修道 然而玉池公的低调 李世民并不放心 曾多次测试他 好在他机智地通过了考验 秦琼和玉池公的低调让他们避免了鸟进工藏的结局 可当初的猛将变得如此畏畏缩缩 只为活命 小编看来 心里觉得着实心痛 你们觉得呢 欢迎到我们的节目